你真的覺得雞精的想法 什麼 吃鹽小腹也會胖 鹽分高的東西 它往往都熱量多 所以就會變成 你在不知不覺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東西是鹹 你覺得應該不會胖 像是我們知道的麵線 涼麵 涼麵其實 我們去便利超商 你去看那一盒一盒的涼麵 大概都有一湯匙半到 三湯匙的鹽分 是它的醬料的關係嗎 不是 是涼麵的麵 麵條 快速甩油肚 專家各線妙招 對 你手後面扶著你的身體 讓它不要往後倒 好 推出去 好 放回來 OK 看我 現在看我 側身推出去 側腹來了 側腹來了 如果我們脂肪抽掉 把它弄平的話 沒有線條 不好看 所以像我們手臂的話 抽掉的話 我們就希望造成這種線條出來 這個在練喔 醫生記得潘老師 這個是 厲害了 是抽過的 你這邊有抽過 就有這樣的效果 然後再加運動 你聽說肚子也是嘛 對 旁邊還有肚子 大家看一下照片 來 有沒有 找出小腹的所有元凶 各方專家一次擊破 超精彩內容 千萬別轉台 說到小蠻腰喔 當年的小蠻腰 可是新竹以北 有名的耶 你啊 對 你說幾歲前 很多年前 是... 但是你看現在 就算其他部位瘦了 但是小腹就還是在 想要瘦小腹 真的是比登天還難 是... 不過你說比登天難 那還算小事啦 那只是觀感問題 但是要讓你稍微 有點崩潰的是這樣子 崩潰 根據統計 小腹如果過大的人 大概有50%的機率 他會代謝症候群 然後在台灣呢 這個平均每13分鐘58秒 就有一個人 因為代謝症候群所衍生出來的 慢性病而死亡 所以 他說衍生出的後遺症影響層面 其實遠超乎你想像 但女生是比較可憐一點 對 因為你們為了保護天生的子宮 你們必須要有脂肪累積 所以你的小腹的突出 有時候就是... 沒辦法 天生的 對 天生啦 但是你講得這麼恐怖 你說的我不相信 我還是要問一下專業的醫師 要先來請教一下中醫師 真的有這麼可怕嗎 小腹如果太大 會引發什麼樣子的健康問題呢 雖然有些肚子很大 可是它是外面的皮下脂肪很厚 那還好 可是有些是前腸看不到的 是在內臟型 那這種內臟型就是 它內臟包覆著比較多的脂肪 那這樣子比較容易 引起一些慢性的代謝症候群 包括它是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對 高血壓等等 那一般我們很簡單判斷就是 90公分自己搖幾吋 大概34 對 像我們在做健康檢查 其實我們再去幫人家量腰尾 就會發現很多人 他的體重是很OK的 可是一量那個腰尾 我都會覺得我是不是量錯了 我都會再量第二次 因為這種就是要做 隱藏性的肥胖 就是所謂的內臟肥胖 他體重OK 但是他的這個肚子的脂肪 內臟肥胖比例太高這樣子 這男生特別容易在這嗎 還是女生 不一定 要看 有些人你會發現 有些人就會喊 他都瘦不了他的大腿有沒有 那種人其實不容易囤積內臟肥胖 那你會發現像有些人瘦瘦的 其實像我就是容易囤積內臟肥胖 就是我們這種瘦瘦的人 我們的脂肪就會容易集中在中間 但是有些人他反而有這種 胖大腿 胖屁股的人 你要開心 因為你不容易囤積內臟脂肪 不過剛剛我一開場就講到一個 女性天生比較辛苦的缺點 就是說因為有子宮 需要脂肪要保護他 所以腹部所累積的這個脂肪 可能比較多一些 他這個部分是不是 是不是也要擔心腹科的問題 子宮的前面還有一個膀胱 然後這附近周圍很多的小腸等等 把它包覆著 所以其實不是靠這個腹部的來保護 醫生 你把我們安慰自己的 唯一的事情都講出來 不好說 通常女生不是喝冰的 人家說你常喝冰的 就會有小腹 因為要保暖 對 要保暖 身體會長 就會這樣子形成 所以這些都不是正確的 對 但是因為 如果你小腹大的時候 我們要擔心的 是不是一些腹科的疾病 查覺不出來嗎 對 譬如說子宮肌瘤 或是說有卵巢瘤 甚至有一些 這種連目性的卵巢瘤 它可以大得很大 所以你小腹就變大了